为了得到诡报之力 小黑决定向任牙宣战 只有最终的胜者才能拥有烧姜 就在刚刚 小黑将烧姜约到了一间咖啡馆 他把自己要和任牙比赛的消息告诉了妹子 随后更是直接向烧姜表达了爱意 听到这话烧姜惊得满头大汗 没有丝毫犹豫便拒绝了对方 可小黑并没有放弃去追求烧姜 而是开始给妹子洗脑 作为世界第一的女性 她要做的是与世界第一的男性邂逅 小黑想向烧姜证明自己就是那个人 在说话之际 这家伙竟然趁妹子不注意稳了上去 在占过烧姜的便宜后 小黑潇洒地离开了咖啡馆 到了晚上 小黑找上了任牙很尊敬的色川钢器 老头见状也不废话 直接脱下外衣准备战斗 别看他外表瘦小 气势却堪比凶残的猛兽 色川率先发起进攻 鞋子以及眼镜都被他当成武器 没经过社会毒打的小黑瞬间就吃了大亏 色川抓住了他的手腕 随后用和气道将气狠狠砸到了地上 在被对方教育了一顿后 小黑终于不敢在轻视面前这位神秘老者 他使出阿里留五步在原地不断跳跃 色川健壮也摆出了战斗姿态 他觉得拳击的百年历史还是太短了 但很快色川便为自己的轻视付出了代价 在气还没反应过来时 小黑的拳头便贴到了他的脸上 如果小黑停下的拳头是对老头的同情 那么他再次挥出的拳头便是对武术家的尊重 大意的色川就这样败在小黑的手中 而小黑温柔的行为也打动了老者 与此同时 烧姜把有人表白自己的消息告诉了任牙 而任牙对此却突然感到了一丝不安 他表示自己会尊重烧姜的选择 而小黑这边则是又找到了下一位武术家 那就是被称为武神的余地独步 二人没有过多交谈便直接动起了手 在躲过小黑的第一轮攻击后 独步也摆出了战斗姿态 他将帽子和眼镜扔向小黑 但是吃过一次亏的小黑早已有了准备 对着冲过来的独步狠狠打了一拳 随后他乘胜追击 直接将独步打翻在地 独步这时终于明白自己在运动方面赢不了对方 于是他双手插兜 决定用丰富的战斗经验来与小黑对战 见对方站在原地不动 小黑快速挥出了一拳 独步并没有闪躲 可结果小黑的攻击却没有命中对方 这时独步开始反击 一拳就打得小黑痛不欲生 小黑不理解为什么自己的攻击打不中对方 然而独步却告诉他 刚才那个是剑道 因为针剑比目剑短的原因 所以在小黑眼中的距离发生了变化 身体本能会自动缩短步伐 听了独步的这番话 小黑终于将这场战斗当成了生死对决 接下来必定要有一方倒下才能结束 随着独步气势的不断攀升 小黑也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他再次向对方发起攻击 攻击竟然被小黑在千军一发之际躲开了 并且对方还趁此机会做出了反击 独步的大脑遭受攻击 此刻仿佛有无数只蚂蚁在从脚底向上爬 他整个人都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 而正在跟烧江约会的任牙还不知道发生的这些事 殊不知一位努力的牛头人正在快速地向他靠近 这对小情侣互相说着甜言蜜语 在不知不觉间就开始拥吻起来 小黑这时恰好来到了二人身后 打断人家的好事他不仅不道歉 竟然还向任牙表示自己要与烧江结婚 听到这话烧江眼泪都要笑出来了 正常人谁会在这个地方告白呀 任牙以为对方是想用烧江来激怒自己 从而达到跟他决斗的目的 但小黑却再次重申了一遍自己要追求烧江小姐 不得不说小黑真是太会了 尽管烧江解释自己是任牙的女朋友 但任牙却表示自己会尊重烧江的选择 如果认为他不行的话可以随时和别人在一起 此话一出直接正中小黑下怀 看自己终于可以与任牙公平争夺鬼报 小黑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